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土家 最近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土家 我们最近看特殊新闻 已经很夸张 很多新的绝症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其实最近我也真的看特殊新闻很可怕 真的超级超级多人 昨天我看到特殊新闻多少个人 你们知道吗 那很多人好奇 跟我说土家怎么可能这样的 因为是大概三个礼拜一个月之前 是特殊是一天绝症 大概五千六千 现在怎么可能五万 呃 这个又当然是很多原因 还有之前的正式跟现在的正式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月之前 大概到五千六千的时候 政府说了 现在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出去 可是一个月里面是 五千现在到了五万 失败了 当然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现在疫苗的关系 开始现在打疫苗嘛 所以现在大家比较放心的 大家比较方便出去吃饭 方便去餐厅的 上个礼拜三 上个礼拜那个礼拜六 礼拜天也出去 没问题的关系 所以疫情越来越夸张的 我的想法是当然是我的家人 全家人在土耳其 我真的很怕很担心 可是我还有想一想 我在台湾很方便 因为是我们在台湾的很安全嘛 我们都没有体验过嘛 可是我想一想 如果我在土耳其的话怎么办 因为是一年多他们都在 不能出去 你们知道大学的生活不一样 跟朋友们一起出去 喝咖啡参加演唱会 可是这个最近一年 大家在家上课 当然他们是现在受不了 政府说礼拜六礼拜天 现在自由出去的话 他们开始去餐厅 什么什么的地方 已经现在五万人 所以现在如果我在土耳其的话 我也出去玩了 还有很多人问我疫苗的部分 突然土耳其开始疫苗 真的打疫苗的部分 土耳其真的超厉害的国家 快到了两千万个 而且以前土耳其有很大的一个新闻 你们可以选自己的疫苗 中国的还是德国的 你们自己确定 比如说你们的时间到的时候 你们的疫苗来一个讯息 他说你们可以进去用兴奋症号码 用你们选你们的疫苗 我妹妹跟爸爸是比较早来了 因为是妹妹生病的关系 所以妹妹选了德国的 现在德国的疫苗也到了 他下礼拜会打疫苗 土耳其现在已经两千万个人打了 可是土耳其的人口是八千万多 所以还有很多人我们加油 可是我最开心的部分是 现在我们可以选中国的还是德国的 我选德国的 还有有些人问我土耳其有什么规定吗 这个礼拜再开始了 礼拜六礼拜天不能出去 最近还有很多好笑的新闻 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很好笑 因为是土耳其人我每次说 我们不太习惯戴口罩嘛 因为是我们戴口罩的话 鼻子的口罩是比较 怎么说肌 这里跟这里有一点痛嘛 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 看看没有人的话 他们的口罩大概在这里 可是规定 口罩一定需要到这里开始嘛 鼻子下面开始嘛 可是他们觉得没有人 他们快躲这边 可是他们忘记 现在很多城市的有那个录音机嘛 那个警察看的 警察看到他们没有带 还是在这里的话 快另外一个警察说 我现在给你一个照片 他没有带口罩 他们快去发单 现在很多新闻说这样的发单 可是他们是真的很兴趣 我们怎么办 现在没有人我偷了口罩的 有人的话我不会偷 可是这个是规定 因为我们需要注意这个 发单很高嘛 发单三千里拉 三千里拉的 台币一万二 一万三千块 台币 可是发单不重要的 因为是这个是 戴不戴口罩的规定 是新的规定嘛 所以你们不会付钱也没有意思 你们付不付钱 警察不能带你们走 因为这个是新的规定嘛 所以法律里面没有 比如说他没有付三千里拉的话 结果没有写东西 还有外国人的事情很多人问我 你们是一个外国人的话 去特尔西不用隔离 所以很多外国人去特尔西 还有礼拜六礼拜天 特尔西人不能出去 可是他们可以出去 这是外国人 很小人 所以 这么说很多人现在去看 伊斯坦布尔卡巴多加的风景 因为是 特尔西政府对外国人比较 这么说 规定不一样的 因为是 还有你们知道 为了特尔西的那个 旅客的旅游的前言很重要 因为是疫情的之前 是特尔西第五名还是第六名 最多观光客区的国家 五千万的旅客区 所以现在有影响对不对 对 比如说特尔西的南部的海边的 有很多房间嘛 现在很多房间没有开 很多商店没有开 很多人没有工作 没办法 那我们现在去特尔西的话 真的都不用隔离吗 直接到了机场就可以出去了吗 机场看你们有没有 发烧什么什么的 简单的一个检查之后 你们可以出去 所以六日都可以出去 对 因为现在特尔西一天 已经五万人 他们不会怕你们 你们怕 所以现在特尔西欧洲第一 全世界第二 最多确诊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个 当然是开始打疫苗 可是不要很放心 因为是现在英国的肺炎也在特尔西欧 这个是新的一个肺炎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你们也问我很多问题 这个影片我想要给你们回答 你们还有问题的话 下面你们可以留言 下一个影片 我们可以讨论 现在我们等台湾的 E-mail 我也回答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很怕 他还真着急吧 我哭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你们可以订阅Best of Taiwan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 拜托一下我很喜欢你们 我很喜欢台湾 老台湾 我的皮肤很白 对不对